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皇子年纪还小 暂且不论 可是大皇子年龄不小 成婚已久 确实还没有仔细 二皇子与太子也是如此 算来算去 如今范府丝丝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竟然是皇家第三代的头一位 由不得皇宫里的贵人们高兴 只是太后隐隐有些遗憾 如果怀孕的女子是陈丫头就好了 不说是不是郡主 范贤的正妻毕竟是自己最疼的外孙女啊 以范贤如今的权势地位 这种喜事临门自然涌来了无数送礼道贺的宾客 在后几日里 南城范府正门口车水马龙 各路官员来往不绝于道 藤子经两口子的腿都快跑软了 除了一些重要人物 比如晋王府上的人 范贤亲自出面迎接了一番意外 其余的来客都由户部尚书范健一手挡了 好在这些宾客们只是奉上重礼 并未讨扰太久 朝中宫中的人们其实心里也在打着小算满 虽说范贤有了孩子是件大事 可是怀孕的却是他的妾室 如果此时显得过于热情 谁知道府中那位郡主娘娘的心里怎么想了 讨好了一方 却得罪了另一方 这是一个很不划算的买卖 而且这些官员们也不知道 宫里的喜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三日之后 宫里的喜悦以两种方式 展现在了庆国官员百姓们的眼前 首先是内庭主办的那个花边报纸 用套红的方式向天下子民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内庭报纸向来讲述的是官员争风吃醋的笑话 历史中的搞笑面 陈平平的初恋故事 虽然有些无聊无趣 但是却很能吸引眼球 只是自从范贤掌管监察院以来 通过整风让愿物光明化 命令八处在一处门口贴上了无数告示 将阴森的官场轻压过程写成了破案故事极紧 不论前世今世枕头加拳头的故事总是最好卖的 内庭报纸只有枕头少了拳头 所以风采全被一处门口的告示牌给抢走了 也幸亏范贤有子 皇帝莫允内庭报纸大张其事 详详尽尽将范贤自淡州而至京都的故事 写成了一个长篇一银小说出来 隐约提及郡主 北齐圣女 那位范府年轻母亲的过往 殿上失业 江南过往 这是对范贤匆匆二十年人生的一次总结 十分的光彩 报纸一出 京都只贵 各府里的小姐们 央求着家中长辈重金购得一张 放于闺房之中以为纪念 同时在心中奢求着那缥缈的神庙 能够赐予自己一个像小贩大人一样的男子 内庭的报纸终于凭借这个机会 成功的将一处告示篮前的京都百姓们再次征服 宫里喜悦的第二个态度便是赏赐 也不知道是皇帝还是太后的意思 宫里的赏赐像流水似的灌入了范府 虽然怀孩子的是思思 可是由范贱而至柳氏 再至远在北齐求学的范家小姐各有重赏 范贤正妻林婉儿更是得了重中之重的赏赐 绫罗绸缎 金石玉器 吃石玩物 秘密排在宅中 让腾大家媳妇有些忙碌到失神 心想少爷当初救了陛下一命 还不如这次得的赏赐多呢 思思自然受了封赏 给了一个某种称谓 反正这称谓范贤也弄不明白 便是那肚中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也抢先有了一个爵位 报纸与封赏接连两下 让皇宫里诸人的喜悦 传递到京都的每一寸土地里 让那些事先送礼的官员们将心放了下来 只有范贤不怎么高兴 他看着姚太监带过来的李丹红纸摇了摇头 心里生出一股复杂的情绪 对身旁的父亲说道 宫里的人想什么呢 我生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赌气话了 本以为你会成熟些了 料不得此时还会说赌气话 什么关系 你说有什么关系呢 第三代李这是头一个 太后不知道着急了多少年 终于可以报上重孙 这高兴起来赏赐也有些超了规格 报重孙 那明儿就把思思送回淡洲去 生在淡洲养在淡洲 让奶奶抱着玩 这还是在赌气啊 思思正在孕期 哪里可能千里奔波呢 范贤哈哈大笑却懒得责怪他 因为自从四天前知道思思怀孕的消息以后 这位一向严肃方正的户部尚书 便有些遮掩不住自己的本性 从脸上到骨头里 都透露着一分得意与高兴 这个世界上和皇帝抢儿子 还抢赢的人并不多 而且这儿子还马上就要给自己生一个孙子 由不得范贤大人老怀安慰 莫名得意 娘回宫谢恩 不要忘了 范贤喝了一口茶 叹了儿子一眼 发现儿子明显没有听进去这句话 范贤忽然想到了一桩事情 皱着眉头问道 说起来 太子为什么一直没有太子妃啊 就算是一次学来 如今大殿下二殿下都已成婚 一年过去 太子的事情难道宫里不着急 他这话问得很自然 很巧妙地将话语里的试探遮住了 范贤明显在高兴之余 没有察觉到儿子在探自己的口风 皱眉说道 早在三年前 太后就急着筹划太子妃的事情 皇后在京都各府里挑人 甚至还挑到咱们府上 范贤打了个寒颤 心想 如果妹妹当初真的成了太子妃 那可惨了 不如说妹妹惨了 而是我惨了 我喜不是马上就要倒到太子那边 和太子兄弟好好筹划一下夺迪的事情 没有位 幸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太子一直不肯答应 这也算是当年的一桩一事 太子你也清楚 早年间比较荒唐 喜欢流连鱼 叫访济债 本是个对男女之事大有兴趣的人 却偏偏不肯大婚 可太子的婚事 可不是他说不愿意就可以不要的 这就显出太子的聪明来了 要说服太后与皇后 太子也想了不少折 首先便说 大皇兄和二皇兄都未曾婚去 庆国以孝治天下 讲究个兄有弟公 自己做弟弟的怎么也不能抢在二位兄长之前成亲 那时节大皇子还在西边打胡人 一时间哪里能够安排婚事啊 这便一直拖到了后来 理由虽然充分 但没什么说服力 搞来搞去 原来我是早婚人士的代表 这第一个生孩子也算自然 同样的道理 但涉及天子家事 自然需要从有说服力的人嘴里说出来 太子请动了当时的太子太傅 书大学士 书大学士这人性自绝梗 深以为太子所言有理 不止自己上书 请皇帝暂缓太子婚事 甚至还写信去了北国 请庄大家发了话 原来庄穆涵先生当年也做过这种事情 范健忽然看着儿子的眉眼间有些疲惫 叹息了一声 是不是这几天没有睡好啊 快去休息一下吧 范贤尴尬的一笑 告辞出了书房 5分钟 谢谢大家